哈囉各位觀眾 歡迎收看Joeman StarCraft 我是主播Joeman 那其實Joeman在錄這個影片是錄第二次的喔 因為我之前錄的那一次 非常遺憾的 我的麥克風的這個接頭 沒有接到電腦上面去 我之前就發生過這樣子的事情 結果剛剛又再度發生這樣的悲劇 導致我一模一樣的這個話 一模一樣的比賽要再講第二次喔 不過沒有關係 那就動作練習吧 那好 不過我還是會假裝 我不知道剛剛這場發生什麼事情 來做這場比賽播報 那這樣這一場比賽 決定要為各位轉播的是一系列 由我們加拿大的蟲族玩家Slash 對上 這個也是北美 應該是北美吧 應該是北美吧 北美 我記得是北美 北美相當厲害的神族玩家Kiwikaki 那這一系列比賽是我們 應該是一系列的這個表演賽喔 然後也是打得相當精彩 不過也是也是蠻久以前的 差不多是 蠻久以前是相對來說蠻久以前的 其實也差不多只是不到十天前的比賽喔 那 我 絕面看了一下評價 他們說都還蠻精彩的 所以我就馬上來做這些的比賽播報 那 這張地圖是我們的 呃 是我們的叢林盆地 那叢林盆地 要特別注意的 我們叢組要特別注意的 就是 這顆石頭喔 因為你如果對上神族 不管是人類或是蟲族 你在對上神族的時候 你要相當注意這顆石頭 因為 呃幾乎這個 十個神族 有七個神族 會在這邊直接下水晶塔喔 那直接要傳一些 狂戰士啊 追獵者啊 甚至是直接的 術這個 黑暗聖堂武士喔 直接一次傳兩隻 黑暗聖堂武士 那 一隻打你的二礦 一隻打你的主礦 哇 那就相當麻煩了 因為 就算你有偵察引擎的單位的話 也不見得 不見得有一個以上的 偵察引擎的單位 那 他只要傳兩隻 黑暗聖堂武士 就可以同時打你的兩個礦 那黑暗聖堂武士 一刀就是一隻攻兵喔 那 這個一不注意 好這個可以看到 QKG直接的很囂張喔 他直接在 呃 slash的這個二礦位置 直接下一個水晶塔 來防止對方 前起來做裸霜 或者是素二礦的一個打法 不過 slash可能也有猜到 我不知道是不是猜到 或是他本來就是 所以他也要來先下孵化池 他是選擇先下孵化池 那待會才來下二礦 那他先下孵化池的好處就是 他可以先升 四到六隻的狗狗 直接把這個水晶塔咬掉 然後馬上來做二礦喔 因為如果 他一開始打定主意是要 來下這個二礦的話 可是你卻被QKG 來放水晶塔 那倒 他去存了錢 卻沒辦法下二礦 那也是一個 相對上就是一個經濟的損失 所以他這一局開局先下孵化池 目前看起來是還不錯的 好果然這時候 四隻狗狗後面又補兩隻 六隻狗狗馬上來咬掉對方的水晶塔 那同時我們QKGG家裡是 蓋下一個水晶塔之後 馬上補了一個 機械控制核心 還有一個傳送門喔 而且 相當有趣的是他 補了一個冶煉場喔 他補冶煉場 代表是他可能是 一個BF開局的話 可能是代表他待會很 會很早期開下他的二礦喔 那直接的 開下二礦之後 直接在這邊 下一到兩個光炮 來防止對方 易化蟲把這個石頭爆掉 那就可以有效的來防止 對方易化蟲的這個 快攻或者是來破石頭 騷擾 那其實這張地圖 其實最近絕面轉播幾場 這個PVZ 不管是MLG 或者是一些網路上 這個天梯的比賽 我們可以看到 PVZ的時候 有的時候 呃... 重組沒有裸霜 結果裸霜是神組喔 那這張地圖其實也 也... 呃... 我不太... 我不敢講 適不適合神組做裸霜阿 不過就是最近 絕面觀察到一個現象 就是其實 越來越多神組 他是在前期 是查一個BF開局 然後直接做一個裸霜 那這樣子有什麼好處呢? 當然裸霜最大的好處就是 你經濟上 在前期的經濟上 馬上會爆衝喔 就算 這個對方神... 人... 重組也做裸霜的話 你也不會... 你在經濟上也完全不會輸給他喔 而且另外一個好處就是 因為你為了要裸霜 你接下來一定會馬上補一個野獵場 然後馬上直接在家門口補光炮嘛 那你在家門口補光炮的話 你如果 如果偵測到對方是要做這個蟑螂Rush 蟑螂Rush 蟑螂快攻的話 那你持續來補光炮 就可以擋掉對方的這個蟑螂Rush喔 所以你如果做裸霜還有BF開局 不但是在經濟上比較好 而且也可以防... 防掉對方在蟑螂上的這個... 快攻喔 所以其實好處也是不少 不過... 其實不管是重組裸霜 或是神組裸霜 你都要有相當的這個... 防守經驗喔 所以這個新手玩家或是中手玩家 我還是建議你多多看RP 才來慢慢的練習這個裸霜喔 不要一開始就... 看到高手做裸霜 覺得哇 這樣好酷喔 自己也來 然後就會發現... 其實裸霜並沒有想像中那麼的容易 尤其是... 呃... 我是認為其實重組裸霜 比神組裸霜還要難一點啦 因為... 尤其是對上人類 人類有時候早期出現惡藍來騷擾 有時候裸霜一不注意... 又被蓋碉堡的話 一不注意這個惡況守不下來的話 那可能是直接去GG了 好我們可以看到 這時候QA剛剛就拉了一隻工兵鬼鬼祟祟的 可以在這邊重新開下一個... 水晶塔喔 那我們看看... 施拉許的王蟲有沒有看到 施拉許的王蟲 現在馬上飄過去... 有喔他有看到喔 那... 他現在應該心裡有數 知道他待會馬上會要傳這個... 要傳這個... 這個狂戰士喔 所以我們看看待會兒施拉許會不會直接的... 直接的來下第四來做防守 不過來不及喔 QA馬上的... 相當快速直接要傳三隻狂戰士要來做... 要來做... 要來做騷擾 哇...那不過他選擇是狂戰士做騷擾 所以工兵馬上往回拉的話 應該是還不會損失到... 這時候第四馬上搬了過來 插在這裡 那同時... 毒暴蟲直接要炸掉我們QA的狂戰士 炸得掉嗎? 痾... 施拉許好像有點猶豫 我覺得用毒暴蟲炸狂戰士有點不划算 不過...沒辦法喔 因為又傳三隻你還是要炸喔 不炸不行喔 不然呢...哇... 惡礦我守不住好 這時候炸掉四隻毒暴蟲 不過施拉許剛剛好像有點猶豫 他沒有來炸這個紅血的 哇... 那施拉許剛剛損失了六隻 毒暴蟲還有一個第四喔 那...這...而且他惡礦也目前沒有辦法... 啊...這是公... 這是我媽媽被點掉了嗎? 這媽媽如果被點掉的話 損失更加慘重 我還好即時的... 大量異化蟲孵化出來 而且是有升級的狗術喔 那... 不過QA很有壓... 具有...採用一個非常壓制性的打法 他持續來要傳 這是第...第九隻的... 陸續要傳的九隻狂戰士在做騷擾喔 那... 哇...不過... 這波相當漂亮的守住了 那... 那我們看看QA... 喔...這個時候QA還仍然不棄你 然後看到對方的異化蟲一走掉 馬上又要傳了三隻狂戰士要來做騷擾 那...這時候XH的額況只有... 只有兩隻媽媽在做防守喔 那我們可以看到... 喔...這個時候XH是直接分兵喔 大量的兵還是回防 那少量的兵直接... 拉到外面的水晶塔 要先把...務必要先把這個水晶塔點掉 你如果不把這個水晶塔... 咬爆的話那... QA可以持續來做要傳 因為...要傳兵的話 那可以說是一個盲針再次喔 相當有壓力喔 自己要做推進的話也會... 也會很...很猶豫喔 好這個時候...哇... QA可以六隻狂戰士那... XH可是判斷自己家裡的這個... 異化蟲不足喔 所以... 好這個時候非常漂亮喔 直接... 做包圍先包...包夾到旁邊的一隻狂戰士 好包夾到兩隻狂戰士 不過... 這個時候仍然有四隻狂戰士 在對二框進行騷擾 哇這個狂守得住嗎 已經...血已經剩下一半喔 馬上就剩下三分之一 那...家裡... 我們XH馬上的拉兩隻狂... 媽媽要來做防守 那防得住嗎 好跟我媽媽直接補血喔 不如小補喔 應該多演了五秒那... 不過這時候QA應該會用一個打帶跑 直接把狂戰士直接點掉 優先把... 不是把狂戰士點掉 把二框點掉 哇那二框... XH二框被點掉那損失相當大喔 他不但是損失了一個二框也損失了不少攻兵 而且... 目前在經濟上也有一個空窗期喔 同時間我們QA的二框也已經開起來了喔 那同時這個第三個氣框也開起來 在做引運喔 那目前... 相較之下QA的經濟就會比XH來的... 來的領先喔 尤其是... 我們QA在這邊下了一個光炮喔 來防止對方異化蟲的這個破口喔 那... 呃... 我們目前... Slash應該是想要來拉... 異化蟲來做破口喔 可是他待會一看到對方的這個... 呃... 對方的這個... 毒暴蟲的話... 呃...不是毒暴蟲 看到對方... 唉呦...他有看到對方的光炮喔 那一看到光炮馬上就... 看到鬼一樣喔 馬上往回啦... 馬上往回啦... 那Slash也是重新的在... 二框位置開下二框喔 哇... 那中間... 他在開二框的這個時間點 就是他在經濟上的一個空窗期喔 那... 不知道這樣子的空窗期會不會影響到... 待會的這個... 兵力或者是... 在待會的這個... 呃... 接觸的時候有一些... 關鍵性的影響 那我們看到目前QA也是三個BG 他同時補下第四、第五、第六... 哇賽...六個BG喔 而且他也下了一個星際之門 待會要來生產我們的空軍喔 可能是要來生產... 鳳凰戰機來驅逐... 我們流浪在外面的王蟲 那我們看到其實... 呃... Slash雖然他的二框被打... 剛剛被打掉 不過其實我們Slash這個偵查的意思做得相當好喔 我們可以看到他在這個地圖外面都放了相當多的單位喔 不管是廖望台或是自己... 呃... 對方二框位置外面的都放了這個王蟲來做監察喔 那對方如果有一些兵來做推出 或者是一些空軍要來做...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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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看到Slash他也相當大膽直接在閃點中方向開下三框喔 因為他知道在前期在這個營運上是輸給我們的... Kiwikaki喔 所以他目前一定要馬上的趁這個... 趁這個這個... 喘息的時間馬上... 馬上的希望可以把經濟... 還有補兵速度馬上追了回來 那我們看一下Kiwikaki視角... Kiwikaki也是不知道對方開三框喔 不過這個時候Kiwikaki在生產第一次的鳳凰戰機... 他第一次的鳳凰戰機出門之後 按照他這個路線應該馬上的就會發現... Slash的三框 那可能馬上的也會拉兵來... 來阻止對方的三框運作 那同時我們左上角可以看到... 我們Slash已經... 他的非常塔已經升級好了 所以待會也要馬上來升級非常塔 那Kiwikaki同時的也在蓋我們的目光議會 那目光議會蓋好之後... 我們看一下Kiwikaki的單位 目前Kiwikaki是... 三隻最累者一隻狂戰士喔 那其實看不出來說... 他現在開目光議會的話是要走什麼樣的科技 是要來升我們的聖堂武士 或者是要來升級... 狂戰士或最累者... 他是要來升級我們... 追獵者的瞬移 那同時也是補了相當多的追獵者 那他待會轉兵是轉成一個... 大量的追獵者 而且相當有趣的是... 各位觀眾你們目前可以看到的是... 我們... 我們Kiwikaki竟然是在蓋... 艦隊導航台喔 那他在蓋艦隊導航台代表只有一個... 只有代表一個這個... 理由 就是他待會是要來生產我們的... 聖母劍喔 哇那他生產聖母劍的話 可是因為這張地圖其實空軍的點位跟陸地的點位是... 一樣的喔 並沒有說空軍點位比較近喔 那JM我不太清楚說你如果... 這張地圖生聖母劍的話是有沒有好處喔 因為... 因為你生了聖母劍 可是聖母劍的走路速度其實也蠻慢的喔 那... 呃...我也不確定 而且這個時候... 那... 史萊姬家裡應該也是有監察王蟲的 這只要反應夠快的話 先把聖母劍直接點掉的話 那... 你花了那麼多瓦斯 那麼多時間在等聖母劍 那如果聖母劍早期被點掉的話 也不見得說出聖母劍也是一個最好的抉擇 那就要看待會Kiwikaki跟史萊姬 在做正面接觸的時候 聖母劍是不是能夠達到一個... 關鍵制勝的一個兵種 那好 Kiwikaki持續的在... 來清除史萊姬在外面流浪的王蟲 那... 他剛剛這個... 飛躺也... 再燒擾Kiwikaki的二礦 那Kiwikaki的... 這個時候開始來生產我們聖母劍 哇... 那他是在... 在自己的主礦開始生產聖母劍的 那待會... 用這個... 超時空加速之後聖母劍的這個... 哇...他還蠻多魔力的 他是... 哇... 他可能是... 他正在前面操控其他兵種 待會可能馬上要下這個超時空加速了 那好... 剛剛... 哇... 那剛剛史萊姬的這個... 三礦沒有開起來 剛剛應該是被我們... 被我們這個... Kiwikaki的這個... 部隊直接打爆了 那飛躺雖然做回舊 不過也來不及了 這三礦沒有開起來 那再加上... 哇... 我們現在目前Kiwikaki有總共... 呃... 應該要是將近二十二... 二十隻的追劣者 還有這個少兵馬上要做一波退出 哇...那這麼大量的追劣者... 這個... 飛躺也逃不了便宜哦 好... 好...